去年底,日月光偷排废水事件 再次引发了国人对于水源生态的关注 但事实上,台湾的河川不只有污染问题 长期以来还有水资源分配不均的争议 以云林县来说,为了供应台塑六清 每天30万吨的工业用水 积极兰河宴从上游拦截浊水溪 却因此严重排挤了下游农田的灌溉用水 水泉分配是否合乎公平正义 在云林炒了十多年了,依旧无解 多年来,地方政府不断地向中央反应 却始终得不到中央的善意回应 他们只好试图自己来找水来挽救农业生态危机 而这几年终于有了眉目 成果就展现在2013年底开幕的第一届农业博览会上 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一部从空中拍摄,看见台湾的纪录片 让台湾人又再度关心起河川污染的问题 抽水栈的水池竟然被染成血红色 让人看了初步惊心 法理民众和环保团体就有抗议当地之上 长期排放废弃及污水情况 当时河美镇受染的农地就有44公顷 因此对5家排废水的业者祭出停工处分 但记录影片中没看见的 是河川水泉在工业化发展后 长期以来的抢水争议 这里是南投县的积极兰河宴 主要的功能是拦截着水溪的地表水 以供应下游的灌溉、发电与工业用水 全台最长最广的着水溪 河水在这里几乎被吸光 所以你像极极兰河宴 一极解水、蓝沙 然后造成整个我们着水溪 台湾最长的溪 最大的一条河流 怎么变成一条小水沟 极极兰河宴分成南北五道 每天供给六清工业用水30万吨 放流到下游的农渔液用水 少得可怜 让依靠着水溪耕种的农民 没有水可以灌溉 到天旁一个用一个自己开招的地下水井 成了他们的衣食父母 长期抽取地下水灌溉的结果 农民被指控是造成沿海地层下陷的原充 工业用水的分配 也排挤到我们的农业用水 所以我们的农业用水 还有养殖用水的话都会抽地下水 也因为这样长期抽地下水 所以地层下陷 那沿海地区来讲的话 大片的土地都土质都研化 所以也造成农业碰到一个很大的瓶颈 因为土地的沿海来讲的话 我们就做出好东西出来 水资源分培不均 在云林县引爆灌溉 工业与民生用水之间的抢水大战 找水成了当地农业 能不能永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这里是云林县农业博览会员区 一大片绿草公园 生物多样的实体生态 还有成群的候鸟气息 但这块园区基地 原本是旧湖尾的空军基地 后来转给台糖种甘蔗 三年前还是荒芜一片 这块地原本是台糖种甘蔗的 一个平坦的一块地 那因为长期是用化肥 那其实农药的关系 以及它这里面土壤的那个含有那种碱 就是石灰籽种比较偏碱 那其实就是比较不适合于 不适合于那个作物的生长 不适合作物生长的田地 是怎么变身成为圣态公园 来自宜兰的建筑师甘明园 从洋水开始 因为我们这个区域呢 是一个粉沙土的地质的环境 它的水流下征非常的快 没办法流出雨水 所以我们就想要利用周边的这个社区 它有稳定的供水 每天生活污水就是一个稳定的供水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水域呢 就是我们第一道的那个原废水 进来跟我们干净的水混合的地方 我们称为混合的那个混合池 那主要目的就是让它的那个 那个污水浓度可以适当地调节 回收园区四周社区的家庭废水 成为稳定水源 甘明园花了三年时间 建构四公顷的湿地公园 在水池旁种植高精的水生植物 净化污水浓度 让自然生态链 自己将污水变成清水 污水呢从外面进来的时候 它的污水量还是比较 污水浓度比较高 我们在这边呢 先初步地做分解的动作 主要是利用这个石头表面呢 铺着的生物膜 那我们将从下面打气呢 让这些耗氧的那个生物 可以作用 发生作用 将这些水里面有的污染物质 做分解 三年洋水有成 净化后的水 养活了湿地生态系 也自主供应农博园区内 花草浇灌 以及动物的续养 欢迎光临快乐牧场 猪鼻子迎接来访游客 农博展馆快乐牧场 最像的点出 台湾养猪产量第一大线 云林的续产特色 馆内展出也博为有趣 让远离乡野的孩子 可以背访三只小猪的家 看看猪怎么走路 还有落跑鸡们 平常怎么生活 就连黄色小鸭在这里 也是活生生的 目前台湾最夯的就是黄色小鸭 从南到北 可是我们在农博这边展示的 这个是真的活的一个黄色小鸭 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农村里面 我们从小到大都看到鸭子 可是在都市里面的小孩子 他吃过鸭肉 可是他没有看过那么小的鸭子 然后他的生长的过程 他不了解 所以我们在这边 就把它列个可爱道理 老位子坐楼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云林县农业博览会的 百变拼装车展馆 以温室架构为概念 农博的百变拼装车馆 要颠覆你对替骨娃恰的传统观念 因为我们的设计师认为说 它农业是以温室结果为代表 那我们拼装车同样也是 那第二个要讲的是 我们走进我们这个展馆里面 还是走在薄柚路上面 所以我们的建筑师认为说 他想要做一个实境展 比方做一个很普通的展 1970到90年代之间 替骨娃恰也就是农用拼装车 在台湾乡村非常流行 更是取代牛只搬运的 重要交通工具 农用拼装车的演进 也代表着农业文化的进展 它的这种零件是来自于 我们二次世界大战 美国留下来的军车 才能取得到零件 非常的特别 只不过农用拼装车 在现在已经是西洋产业 未来概念的替骨娃恰 要朝向旧宅旧难的方向设计 试着寻找第二村 这台车子它体积比较小 重心也比较低 站得比较稳一点 然后有六颗轮子 六轮传动 每一颗轮子都可以发出力量 可以适应比四颗轮子 还要更多不一样的地形 比如说倒塌的房子 或是河床 沙石地 农业博览会就希望大家 能够在检讨目前的现状 然后再预约未来的话 那我们可以把一个愿景的话 勾勒出来 那农业的样态 还有农业的未来 其实就要像龙博 这个一个大的基地一样 它是透过人的努力 透过人的经验的话 其实还是可以找回 我们所需求的 我们所共农的愿景 就是我们要 就是要过这样的生活 事实上这样的愿景 在云林 早就有年轻友子回乡 实践他们的农业梦 云林沿海地区的农田 经常因为海水倒灌 浸泡在海水里的土地上 都撒上了一层白白的盐粉 土生土长的口湖乡人 阿醉亚 因为不适应都市快节奏的脚步 回到乡下老家种田 但口湖一带研化的土地 让阿醉亚非常头痛 对抗研化的老家农田 阿醉亚用传统的方式 离田翻土 利用西部沿海最多的苛壳 磨成粉 调配生物钙来施肥 每半年修耕一次 养地更换土质 阿醉亚说 这是在帮土地洗剩 我里面都是做镜像管理 镜像管理 因为我不吃化学肥料 不用农药 所以会减少它土壤的机源 而且我用生物钙都会使 它会让你的土壤活化 所以说慢慢就会改善 那个原基跟基岩的问题 所以说我现在在种 你看这个哈密瓜都很漂亮 坚持不用农药 高成本的投资将土地改良 阿醉亚种植出的小番茄 略带有玫瑰香气 它证明了沿海恶地 也能变成黄金地 而像阿醉亚这样的飘鸟回乡 在云林有年轻化的趋势 我们不要去用药 然后也减少抽地下水 在优点上面 它比较容易管理 然后不会有什么鸟害 酸鱼 或者是一些不必要的污染 这群平均年龄25岁 从小在孔湖一起长大的年轻男孩 没有养殖的专业知识 所以一头栽进养蝦事业 还取了个很新潮的称号 好蝦久难舍 然后我们当初的设定 也是我们想挑战龙胆吃饭 我们买了两碗 回来是 结果它那个技术真的太高 就转战以养蝦 因为蝦子 基本上它的存活率比较高 一开始就是不懂 就是买最大的 因为怕那个氧气 这边氧气不够不够打 一个月两个月之后 看到电费下到 三四五千 成本太高 所以我们之后脚补习背 就学经验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经验 没有击垮他们 为了打破长辈质疑 养出健康的白虾 这群养蝦肿男四处取经 半时学艺 在养殖前要请养水 然后养水到底在养什么 就是在养这些所谓的灰生物 它们会适时的补充 所需的蛋白质跟氨基酸 还有所谓的微量养水 研化土质转换 养下水质滤镜 这些年轻农民追求的 是餐桌上的饮食革命 另外还有在地食材的安全概念 与多样化应用 倒入酵母水 均匀搅拌 这不是一般的面团 而是用云林在地的旧米 磨成粉厚 制作的米面团 这些食材有芋头 芋头的部分是四五的 那地瓜的部分就是 云林的二水跟轮贝那边的 对 还有台南的桂鱼 在包进当地食材 发酵后送进烤箱烘焙 改变米的样貌 用米粉取代面粉 从烤出香气独特的米粉丝 这样的创意研发 是来自于第三代米仓继承人 廖家祥的巧思 在第一代的时候 是做白米的买卖而已 那等到第二代接手 就是廖明吉 他接手之后 就把它做成食品加工 本来是打算要出去工作 因为我有心里有一个底子就是 如果出去闯了好几年 也是要回归这一个地方 哥哥做面包 妹妹经营网站 透过网友口碑相传 打出米面包店的知名度 廖家祥前前后后 研发过二三十种 用米做成的西式甜点 有米面条 色彩缤纷的米麻薯 还有米做的草莓派 和米冰淇淋 吃的部分 它如果对麦夫有过敏 面粉有过敏 胃肠不好 吃这个都是没有问题 一群年轻人 在古老的行业中 寻找新的可能 因为他们都有个梦想 希望未来 每个人都能够吃得幸福踏实